国内白米供应吃紧 但却有人暗地里囤积白米 让缺米的情况加剧 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警告 政府将对非法囤积白米者 采取法律行动 安华昨晚在文东出席活动时表示 他已经指示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纳德斯里默杀部 要时刻监督情况 如果有人胆敢在这段艰难时刻 囤积或藏匿白米 让人民买不到白米 政府将会寄出法单 把他们带上法庭 安华也说 虽然政府还无法百分百解决白米问题 但政府还是会不断尝试新措施 解决人民的问题 请不及带上翻唱或订阅 海南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